转排一张方片A 这样的话Sashimi拿到了葫芦 其他两位选手已经装完带的 欢迎来到大鹏的州 今天我们带来日本美女Sashimi 挣扎哈萨的娱乐场 今天的第一手牌是一个炸弹菜吃 每位选手忙下一百刀 直接打翻后 翻牌277 ABB彩虹面 小茅味选手拿到了五二方片 现在是一个两队弱剃脚 这手牌在前位 有摊拍价值 没有进攻能力 选择了购 DK拿到了购二杂色 前后加二位选手拿到了九二杂色 那三加拿到两队 我们来看后面选手 有没有带七的组合 哇Sashimi拿到了A7杂色 面对下注非常聪明 只是选择了扣 因为这个翻牌面太干燥了 没有什么听话听顺的组合 Sashimi如果打出加注的话 手牌范围就过强了 这一条街选择了慢打 彩虱来到了1620刀 我们来看转牌 转牌一张方片A 这样的话Sashimi拿到了葫芦 其他两位选手已经装带的 两家选择过牌 到Sashimi 从Sashimi的角度来看 合牌他期待出一张方片 这样的话牌面能出花 合牌一张红心4 这样的话牌面过于干燥 不出花 只有一个小概率的三五成顺 三五在翻后也不会入池了 那这手牌只能冲一个带A的组合 需要价值了 下注600刀 DK的勾2应该是接不动了 选择了Full到DJF DJF这手牌翻后座的下注是一个bluff 结果合牌中了一个4 有了一点点摊牌价值 他现在可以赢所有带2的组合 我们来看DJF这手牌怎么处理 DJF你看会儿牌 我们看会儿Sashimi 他说他有一个对子 Sashimi这手牌只输A6 所以说完全不虚 那DJF选择了Core 给了一个满支付 这手牌我们单从技术上来讲 DJF打的是非常不明智的 如果Sashimi是一个带2的组合 那么他翻后选择Core 合牌在装位 为什么要下注 他这个下注是一个找跌式打法了 对吧 比他小的都被他打掉了 比他大的都留下了 所以说这个4实际上是没有抓技能力的 但是你要是考虑场外的事 你觉得我600刀不美女一笑 那也可以啊 这是另一本账 600刀只是一笑 是不是有点太贵了呢 反正我觉得挺贵的 好 这手牌Sashimi拿到了一圈杂色 面对平扣 也只是选择了扣 没有做加注 这个是不应该的 这样的话扣进来的选手非常多 打一个多人才吃 哦 翻牌圈A8 两张草花 这样的话Sashimi拿到了顶两队 DGF拿到了一个花顺双抽 抽勾花 卡10的顺利听牌 主动零打300刀 我们来看Sashimi 加注到1100刀 这样的话中队秒负 打得非常果断 龙界的17F 我们来看DGF DGF这手牌最麻烦的点在于没有坚果范围的优势 出花是一个勾花 上面有草花圈草花K 出10的话 牌面还输一个K勾成顺 然后打Sashimi又没有位置优势 这手牌只能是选择扣 然后转牌的话去控持 合牌的话也去控持 寻求摊牌 800刀 看一个1910刀的彩池 哦 这里是加注了吗 哦 只是选择了Cos Sashimi为什么这么惊讶啊 这是一个马脚 这个表演的非常不成熟 转牌张红星3 DGF过得很快 Sashimi这里不管是成熟牌还是Buff都要去继续下注 好 直接推老李 对手选择了气牌 因为出一张红星3没有改变任何的胜负关系 这里你选择过牌 合牌再给一张无关紧要的牌 DGF还是不会主动下注的 所以说出这种不改变胜负关系的牌 你的打法行动路线要保持一致性 前后将一位选手拿到了96杂测 起手牌质量很一般啊 直接负料 卡涛夫选手拿到了53草花 加注到120刀 因为前位选手都弃牌了 这手牌他想去抢一下顶端牌力的范围优势 但是DGF拿到了勾勾 Sashimi拿到了AK草花 直接推掉 我看过很多次Sashimi打牌 他对AK是有执念的 拿到AK基本上翻前就要推掉 这手牌和DGF如果跑马的话 是一个接近五五开的胜率 翻盈力 我来想一下我对AK的理解啊 就是说100个大盲的标准深仇的情况下 你去推奥印 对手能接你 要看对手是一个什么样的范围啊 如果对手打出了三拜 他又是一个非常紧手的选手 那么你要谨慎一些 如果是超过100个大盲 千万不要凌空去推奥印 因为你凌空去推奥印 有很多的Ace's Kings会接你的 那再去其次的牌就是圈圈和AK 那么比你更差的牌很有可能是不接你的 但这手牌DGF拿到勾勾也是选择了扣 那Sashimi拿到了顶对顶替 我们来看转牌 哎呦转牌一张圈 这样的话盒牌出十出勾 都能让DGF实现反招 避开十勾 盒牌一张红心二 非常好 Sashimi成功收持 那DGF拿勾勾去防守的话 防守范围也是有些过宽的 尤其是面对凌空奥印 没有套持的情况下 其实是负了掉的 因为你去想这个勾勾啊 你能遇到最好的情况就是一圈一圈了 如果遇到Asis Kings Kings的话 你的胜率只有20% 所以说我觉得没必要啊 但是娱乐局大家打的没有那么细致 所以说看这个比赛是很快乐的 但是没有那种特别精彩的这种对决啊 比较少 这张桌子上真正有实力的选手是谁呢 是这个龙界啊 他打的比较好 也打过高额局 好 翻牌 A54 又是一个炸弹 踩石 DK的牌没看到 但是选择了扣 这手牌 KK也只是选择了扣 因为牌面发出了带A的组合 那没有办法 只能去控持 好 DGF拿到了93成花 拿到了一个天花 在炸弹踩石拿到一个天花 这手牌要主动打 没有打吗 只是选择了扣吗 扣下来是非常危险的决策啊 因为大家是炸弹踩石 手上的牌是随机牌 你拿到这种93成花的成手牌 一定要主动打出来的 去打掉一些 听石花 听勾花 听圈花 但是听K花 基本上你打不掉 这个冬花效果给的有些乱 转牌一张A 牌面发出了攻堆 这个牌 对这个KK来讲 是有一些帮助的 因为他觉得带A的组合是降低了 但是大家还是过一条街 合牌一张草花 DGF凭借93红心稳到了最后 但是DK的牌没看到 从KK的角度来看 这手牌最好的情况 就是直接控制去摊牌 因为牌面是出花 有攻队 单张成顺 哦主动下入1200到 我们先来看DK 哦DK直接推了奥林 那我觉得KK是肯定不在了 哦这个93是已经成花了 就是说我的意思是 DK的牌应该是会比KK更大一些的 哎把93成花给打掉了 我们来看DK的牌 有没有A 有没有一张A 拿到了三四黑桃 拿到了一个顺子 最后收了 这手牌有点意思啊 最弱的牌先打出来 然后中等牌里的牌 选择了 结果把这个93成花给打掉了 哎呦这个牌真有意思 就实际上KK是犯错了 他真的是不应该打的 就选择过牌 最多采取一个JCALL的策略就可以了 结果他打出来了 然后DK很不犹豫的推了奥林 结果把这个93成花给推掉了 所以说德州扑克分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是竞技 一个方面是快乐 我们看这种忙碌级别相对来说较低 一有美女的局就打得比较快乐 比较开心啊 但是真正看那个锦标赛 打到这个泡沫圈以后 那个真的是拼实力 好 这手牌龙剑拿到了ASIS 在大盲位加注到300刀 好 三加打翻后 龙剑没有得到起跳的机会 他的加注尺度太大了 翻牌235 龙剑在前面选择了过 现在DK拿到了一个赛 这手牌要制裁龙剑了 DK下注300刀 打得非常非常轻啊 一个邀请是下注 同时还想邀请两位选手同时入职 那这个下注尺度 龙剑的ASIS是不能拒绝的 那边很激情啊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转排一张黑道6 龙剑在前面再次选择后排 DK再打一条界 勇往直前啊 现在盘面已经是单张成顺了 但是DK并没有定枪 龙剑再扣 我们来看合牌 合牌一张6 这样的话DK老爷子拿到了一个葫芦 龙剑再次选择过牌 翻后两条界都是这一空 要么是一个路上牌 要么是一个成手牌 但是打得比较弱啊 DK的下注尺度要打得小一点 可以打一个1000刀左右就可以了 哦 DK打得比1000刀更少 下注500刀 这手牌 这手牌DK觉得龙剑如果有顺子的话 做一个加注自己的后手是可以推掉的 如果只是一个守队的话 那500刀应该也是不能拒绝的 我觉得龙剑很有可能要连支付三条界了 但这个牌你要去想一下 DK是什么牌 DK如果是一个Kings Quins的话 翻前不会这样打的 那么如果是一个带五的组合 不会连打三条街 带六的组合翻后不会下注 所以说这手牌 从情理上来讲气得掉 但是从这个下注尺度上来讲 应该要选择扣啊 DK成功收持 龙剑已经预感到了 准备气掉了 亮出一张 两位选手的亮牌方式很奇怪啊 好 DK成功收持 D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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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